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 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女代表女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充分展示了当家作主的风采 我们来看今天的祝会日记 今天上午11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场集体采访 八位女代表亮相大会新闻中心联合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 他们分别来自企业 农村 教育 司法 部队等基层单位 面对记者的接连提问与代表们侃侃而谈 他们关注的也不仅仅局限于保障妇女权益 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等女性问题 而是涉及了国际名声的诸多方面 充分展现了半边天的时代风貌 在这些文艺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 伦雅舞蹈艺术家台丽华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委员 其他委员发言时 台丽华看着手语翻译 并真聆听 并不时用手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位因领悟 牵手观音而闻名的龙雅舞蹈艺术家 以不一样的坚强和美丽 展现一位女委员的参政热情 大家同样想到自己的国家创作得更好 更加的和谐 团结 通过手语翻译 台丽华告诉记者 今年的新一届委员中 残经元委员由上一届的八位增加到了18位 作为一名新委员 他正准备和其他17位残疾人委员一起联名提案 带容是重点关注残奥会中残疾人设施建设问题 武器的女委员们参加意志的热情与能力不让须眉 各行各业的妇女也日益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同时 人们正越来越关注女向权利 在上海代表团小组审议中 姚明宝代表就建议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 女性如果就是大学本科毕业 她22岁工作的话 那么她如果在企业工作 她到50岁退休 也只有28岁 只有28年能工作 有效工作的时间是28年 但是她这个期望说明呢 是80岁以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28年的交费 要担负30年的这个赞养的年份啊 那明显也是落不付出 趁个午休时间 姚明宝代表拿着这份建议提纲 征求女代表的意见 巧的是储君浩代表和吴忠泽代表 也拿来了同样的建议 我们男从事很希望 女从事跟男从事 能够在退休这个上面 年龄差不多这样子 如果在全国要推广一下子 没有条件的话 我们想是不是现在某些地区 条件具备的 或者一些老龄化 比较紧迫的一些地区 先试验 先搞试点 我听听你们的想法 仔细听询女代表们的想法和意见 三位男代表一一认真记录 互相讨论 加以修改完善 他们说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帮助问题要全面 其中就包括为女同胞立援 为女性谋福利 这个问题由男士们提出来 我感觉到我们作为女朋友 同胞是特别感到高兴 女性看胸是不是都有一点 还需要官方认进一步调查论证 当然我们高兴的是 女性权益也成为男代表们 关心的话题 对女性来说 宗正和关爱 无疑是三八节最好的礼物 以上就是今天的祝会日